這機會可以邀請丹玉平醫生來探討檢查時比較少人關注 或是我們少人真的開始進言的事情 這是丹玉醫生你自己喊的喔 你喊著順勢生散喔 你自己喊的 這是丹玉我出來的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大家比較慣喜說的這種生產的方法是叫做溫柔生產 今天感謝大家來這裡 我要跟大家說這間生產已經有6年 我做一種不同的生產方法 其實這有一個很大的本意就是說 其實溫柔在生小孩的時候 他特地有更好的對待 不然是這個要生小孩的溫柔 還有他北斗裡面的這個小孩 我們是怎樣來對待這個 我們說是新生兒 我先給我介紹一下 我在1999年去唐高醫的醫學系 不過我到2012年去唐高醫的醫學系 跟大家最不一樣的是我有做八年的全職媽媽 就是專心在家裡帶小孩這件事 在當初有這個決定說要在家裡帶小孩的時候 我正在想說要做媽媽這件事 不是我在旁邊看這樣的方法 就是說應該有不一樣的方法 可以讓媽媽變成媽媽的過程更好 所以我在2012年去唐高醫的研究所 那時候去唐高醫的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在做主治醫師的那幾年 主要是對養人靈這件事很有憑慈 主要是我自己養人靈也養八年了 兩個孩子都吃到四歲 所以我那時候是想說 養人靈這件事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他哪像在社會裡做這件事的想法 又是有很多問題 很多事要去突破 所以2012年我就用養人靈這個地步 去美研究所想要找一個方法 讓大家更願意養人靈 不過在求學的過程中間 發生就是說 其實養人靈的問題 又比較多前 是生產的時候 媽媽受到不好的對待的時候 她沒辦法接的想要養人靈 養人靈不可以發生很多問題 其實是因為他生產的時候 沒得到很好的照顧 所以從這樣去台四 我想說 我研究收費 小孩有比較大的 電視又做副產科醫生的時候 我就決定做一種不一樣的 生產的方法 好 其實我們剛才豐富老師 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說 我們比較多聽到 就是 溫柔生產這個名字 要想要用 順勢生產 順勢生產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說 原本我們說 溫柔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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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有的人就會說 這樣很對立 我現在生產的方法 待會沒有溫柔 如果我們說 人性化生產 他就會說 沒有我現在生孩子的方法 跟不夠人性化 都會造成社會上 不一樣的 相反的人會對立 所以那時候 在去年 他在出一本 找的時候 這個 找的編輯 跟我們討論說 沒有我們用一個 順勢生產 我們還用一個 新的名字 來定義 這種不一樣的 生產方式 是不是說 強調的就是 回來人體的原廠設定 就是說 在生孩子的 本來 身體要怎麼發育 他會當這樣 這個生 把孩子生出來 好好生出來 我們來去討論 這個方便 不要再用 溫柔生產 人性化生產 去造成 對立 這幾年來 其實有 一款 五歲 就說 趁要這樣生 沒有想要這麼多 以後的介入 時 是不是 大家都說 在水裡面 還是在家裡 但是 要提起自己 大家 其實是因為 所以 這種生產的方法 在便宜裡面 不能這樣做 就是 他在便宜裡面 不能這樣做 的時候 變成 跟這些父母 如果要選到這種 的生產方法 的時候 他怎麼只能處理 找 現在 我們說的 住產師 就是現代化的三部 來處理 幫他接受 所以我開始去想說 我們在台灣 要怎麼 又重新 跟住產師 就是 現在 我們說的 做產師 又 邀請他們回來 在生產的現場 跟醫生合作 去幫助 這些 入友 在生產的時候 有更好的生產方法 其實這百年來 照顧 路線 在生產的時候 這個 角色 其實一定有 變化 從前 是 傳統的 那種 三部 三部 就是 有一個 很有經驗的 老的三部 又帶一個 年輕人 就是我們講的 師徒字 在日本時代 開始 西方的醫學 對日本開始 改變 日本的醫學 因為我們 受到日本的統治 所以日本也把 西方的醫學 帶來台灣 所以 開始有一個 叫做 新式產婆 就是新的三部 的訓練 其實這種 新的三部 的訓練 就是 西方來的醫學 的訓練 我們 給他一個 新的描述 叫做 新式產婆 跟傳統的 這種的師徒字的產婆 就不夠 這樣 慢慢來 大家 變成 開始 相信 生意 是一個 很好的專業 是一個 社會 世界的 新的潮流 這樣 變成 生意 這件事 本來 都去找 三部 來處理 接生 變成大家 開始 去便宜 找 男生 接生 但是 台灣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日本時代 其實 很多台灣優秀的路 有時候 他們去日本 唐一學 做醫生 回來 台灣籍 建立 那時候 很特別 有很多 女生 在台灣職業 但是 等到 國民政府 時 這個 去日本 教育 這條路 又沒有他 所以 變成國民 政府 開始 我們說 大學聯考 時 他和他的 女生 又變成 所以 這百年來 其實 生產 對處理 變成 接生 對三部 變成 女生 這百年來 有這樣的專本 在這樣的專本 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 這條路 在差不多 1970年 的時候 其實 就是 其他 你看這幾條線 他都是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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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自己開業嗎 他可以在衛生索 這 紫色 這條 就是 吉他 吉他 台北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傳統 三部 就是師徒自來的 不是 辛勢殘婆 到 七幾年 你看 這麼多交叉點 就是 從這個 以後 大家都在生小孩 在生小孩 在生小孩 慢慢就變成 醫生 這麼小孩出事 這些三部 就越來越久 越來越久 越來越久 差不多 有十幾年的時間 在台灣 沒有還 發 那個 執照 所謂的 駐產室的 專業 執照 那個 教育 也沒有 有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是 這 差不多 二十年 以前 有一些 有心的人 經常提倡 其實 三部 不能讓他沒有去 這是一個 不一樣的 專業 我們還要把 這個教育 經常開始 執照 還要開始 發放 所以 這樣的 變化 我就想說 我身為一個 女生 小孩 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 這是女生的 為什麼 慢慢的 會變成 在便宜裡面 讓 大部分 都是女生 在接生 這樣 女生的身體 在 生孩子的 過程中間 他應該要 讓人 怎麼對待 這要 定性 去想 這件事 所以說 大家都 有一種 社會上 對 男性 氣魄 一種 崇拜 所以 小孩 這件事 到底 這種 醫療介入 是 比較溫柔 順勢的方式 這樣 他是比較映柔 還是比較嚴重的 我大概 放我 小孩 出來的 商品 在網路上 大家都會說 很帥 很man 這樣子 所以 我就邀請大家 去健身房 健身中訓 有一天 我就把這件事 放在我的粉絲 面上 有一個粉絲 說 阿平醫師 好免 好免 想說 你用好免 來形容我 你是怎麼看 台語 一個 一個 就是說 需要很多體力付出的 這個 頭路 是不是都要親像 男人一樣 他才可以生日 這個頭路 所以 就是 重新再來想說 什麼樣的 生產的方法 是親像 男人 在生小孩 什麼樣的方法 是 我身為一個 男醫生 男醫生 在接生的時候 跟男醫生 有什麼不一樣 用這個觀點來看的時候 我剛才說的 那本書 其實裡面有一個 章節 就是在討論 有心的這個改良 其實 哪含有心 不是只有 少於 留情朋友 自己 這樣的狀態 因為有心 它是一個 百度裡面的 小孩 發展 大限的過程 所以 對這個過程來說 剛才剛才是一個 容器娘娘 他剛才 帶著小孩 在肚子裡面 他就去 客體化 這樣 這個 懷孕五星的 這個過程 又請求是 要在 科學 醫學 感動 集合 它才可以損失 完成的 改良 所以 剛才自己 沒有把自己 客體化 變成一個 這個時候 特別要受到 特別的效果 在很多研究裡面 都說 有心的過程 是一個 易受傷的主題 就是 它脆弱 需要很多 支持的 這個過程 這樣 所以 在生育裡面 很多 社會學 異化的 產生 主要 就是 現在 在台灣 文的便宜裡面 生產 就是 剛才 剛才 要生小孩 以及 便宜裡面 報到 就 放在 代產室 代產室 因為 要 做 一個 聽 那些 是 胎生 音的 義氣 就是 要聽說 孩子現在 身體的速度 是快 還是慢 你現在 在收縮 是 進行 或是 還沒有那麼多 規則 所以 你 為了 要 爭 這個 技術 你就要 把 生產的 活路 給你 隔壁 隔壁 早前 吃東西 都不可以 因為 大家都覺得生產 是一個 很危險的事情 隨時 有可能要開桌 你就不會吃東西 不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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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樣 你就要煮什麼 煮電池 讓你有營養 有水分 這樣 說到 很長的 一段時間 其實是 男方醫生為主的 醫學 裡面的 全力構造 那 在這規定中間 醫生跟患者 或醫生跟 要生產的 男方 他們 中間 其實有 一種 威權 跟 屈從 的關係 所以 我在 裡面 就是 跟大家說 這六年來 我怎麼 從一間 開在甲米館 裡面 做生素 去做一間 不同的 生產 方法 那 因為 一個 母親的 過程 其實 重新去看 以前我在 裡面 做的 生產 方法 重新去想 這 正常 我們說 主人生 主人生 哪曾是 對 嬰島 把孩子生出來 但是主人的 定義 其實也是 要去討論的事情 我 在 這個 部分 討論 男人跟 女人 本來 不一樣 就是 我在 這個 的 過程 其實 流行 比較少 從 現在 流行 流行 差不多 降 四分之一 在 我們 差不多 三十年前 其實 差不多 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這種 比較少的 環境 其實 我 要很 打招 把自己 檢查 跟 男人沒有什麼 不一樣 不管是 體力 或 註斥 反應 各方面 所以 一直以來 我都想 我跟男人一樣 但是 在出這本書 其實 編集 有一個 很大的改變 其實男人本來跟男人 不一樣 社會 人 說 男人跟男人 要好好相處 我們 要尊重 對方 不一樣的地方 讓他們 有很好的法規 不是 一定要 像男人一樣 這 一定要 剪 那一刀 我等一下 跟大家分享 一個 慧音切開 這件事 這幾年 我們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生產計畫 生產的 價位 這件事 其實 在現在的媽媽手冊 就是 大家有時候去 檢查到的 一本媽媽手冊 孕婦手冊 手冊 後面 就是有一個 生產計畫的部分 不過 現在 還有很多孕婦 感覺生產計畫 無意義 因為我去便宜裡面 醫生和護士 跟我說 我要怎麼洗 我就要怎麼洗 我怎麼成功 去價位 說我要生產 要怎麼整天 在生產計畫裡面 其實有一條 就是 你的慧音 要加嗎 慧音 給大家解釋一下 慧音 其實就是 陰道口 和江門口 這段 這段 在 過去的五十年 在便宜裡面 其實 你如果要生孩子 孩子 頭到陰道口 的時候 醫生 還沒到這裡 就已經把他打開了 這個技術 到現在 又是常規 我們說常規 就是你 男士 背後 都會做的事情 這樣 其實這件事 在世界上的討論 差不多 從19世紀開始 慢慢的 西方的 醫學 發展的時候 變成 三部 就是 越來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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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擁有 化權 因為 有 公圍的 這個 所以 慢慢的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 嗎 其實 在生產的時候 應該 所 有 直立 直立 就是 看你是要哭的 或是要求的 東西 因為這樣的時候 孩子會比較好出來 不過 你印象中間 不管看戲劇 或是電影的演出 都有一個產台 產台的設計 我想說 男生可能比較陌生 不過 如果男生看過富山科 你就知道 其實他的腳 就是 平躺 腳 要站在那 兩個架子上面 這樣子 那 這產台的設計 其實是 女生 設計出來 他設計出來 是 要讓這個 接觸的人 很優雅 很不費力 就能把這個 接觸出來 不過 這完全 就是不是 騎二十五人 在生孩子 好生 興奮生 這個 風向 去想出來 所以 自有 產台這個 發明後 流行的 會因 就變 對很私密的 變成公開 因為 如果他躲在 那個產台 民進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他的會因 尤其是 醫學 專業的人 就想說 我剛才要做 一些什麼事情 可以減輕 這些 要生孩子的流行 痛苦 可以讓孩子 生出來 更快 所以就開始 有會因 切開這個技術 有這個技術 之後 一直到 1980年的時候 當時 有人說 這個方法 怎麼成功 你不可以 叫所有的流行 要生孩子 都躲在那裡 這樣 沒生 比較快 而且 他的會因 可能會比較嚴重 跟大家 跟當時 開始 來討論 這件事 要跟大家說 就是 我們的團隊 這幾年 做這樣的生產方式 我們讓流行朋友 在生孩子 變成 選擇 他們能夠 喜歡的姿勢 所以 我們都不會 把流行朋友 放在那產台 面上生孩子 所以 我們 會因切開的 比率 現在是低於 2% 不過 全台灣 應該是 超過90% 所以 這是一個 懸殊的比例 想跟大家說 這件事就是 我剛開始做主題的藝術 我看到 醫學的期間 裡面有一篇文章 他在寫說 其實小孩 來到媽媽的會因 就是 陰道口的時候 他說一個技術 叫做 Super Crowning Crowning就是 拿成 一個皇冠 你看小孩到這裡 是不是拿成 一個皇冠在這裡 那 他這個藝術就叫 Crowning Super Crowning 就是 比Crowning 更多 是不是 這樣小孩 滑出來 你不用去撿這個會因 所以 那時候 你看 2004年的時候 我看到這篇 其實我從那時候 就這樣 那時候 那時候 就這樣 幫助生朋友 讓他們 在門家 會因的 過程中 就可以把小孩 生意出來 那時候 要跟大家說 其實在美國 有三角的藝術 學會 他們在 空空人 的時候 已經提出 要寒擠 這個會因切開的 修容 因為 已經有 很多藝術的 建議 說 你把他割開 電腦會 更嚴重的 列傷 你不要把它割 你慢慢 慢慢 讓這些藝術 慢慢把小孩 生意出來 其實 可能 一點點 列傷都沒有 到 2016年 90年後 他們 又強調一次 說 不要再去 做這件事 所以 其實 對 空空人 到 20年 美國的 這個會因切開的 執行比例 是對 33分 百分之 十二 這樣 在 這幾年 其實還有一些 社會上的 那種民間的 我們說 生產改革的 團體 他又去提倡 說 這個比例 他對 33分 感到百分之十二 又沒有辦法 這樣 這樣 還可以更加 我說我們的團隊 其實是 比百分之二 又更加 比例 這樣 所以 這個團體 在 倡議的 過程中間 參加 這個 計畫 的 8年 他們的 會因切開執行率 已經 平均是 百分之五 已經 來到百分之五 不過 這就是 2020年 的 紐約 Times 一篇 審論 他就在討論 說 這個 會因切開執行 這個比例 已經在下降 不過 又是一些醫生 很堅持 他又是這樣 要做 要做 這個 會因切開的醫生 到底是怎麼想的 他們也是用一個社論來跟他們討論 我是希望說台灣有更多管理這方面的討論 其實 在這個 過程中間 要給大家 譬表 就是 其實 受以後的 教育的過程 沒有什麼 養人的 訓練 所以 其實關於養人的這件事 是我 後來做醫生 我自己做媽媽 養兩個孩子的過程中間 我又去找 還有這些 相關的 切 知識 來自己補充 這樣 所以 其實 我們 常常都說科技 好像 都 讓我們過更好的生活 更方便的生活 不過 這幾年 大家在討論說 適當科技 就是 這個科技 到底 有適合 沒有適合 你是不是 已經用過頭去 用過頭去 等到 讓我們的生活 過到 可能有其他的危險 來發生 所以 我 第一 說 生產 這件事 本來應該是 治療的派對 就是很高興 因為有一個新生兒的誕生 但是 我們現在 大部分的便宜 裡面 聽到的生產 經驗都是 痛苦 辛苦 然後 你 可能 聽過 都說 我生一個 我就不再生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臺灣的生育率是年年下降 就是 我 裡面 很強調的一個是 駐產 走山書 這個專業 其實應該是 這麼小孩出來的專家 還有 介紹給大家一個 好問題 叫做 萃產素 叫做 愛的荷爾蒙 這個 萃產素 其實 在我們 有心的過程 在生產的過程 在生產的過程 在孩子的過程 這個 萃產素 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好問題 因為 它是 讓人 跟孩子 有一個 很強的連結 要好好照顧 大小的 這件事 這樣 這 讓大家看看 這邊 這是 本年前 立陶宛的攝影師 他找這些 流行朋友 就是 在他們 有心的時候 先把他拍一張照 待他 生產後 再拍一張照 大家都說 你懷孕 有心的時候 有媽媽的味道 其實 那個媽媽的味道 在生孩子之後 還比較相和 我們 就叫做 Oxytocin Smile 我說 萃產素的英文 叫做 Oxytocin Smile 就是微笑 這就是 萃產素微笑 就是 臉部的表情 都變得柔和 很差別的就是 媽媽有這種 變化 大家 又說 爸爸有我 很重要的就是 我在北方 照顧這些生產後 婦女的 寶寶 告訴我 我們的產家 就是 爸爸 因為 他們 太太在生 懷孕的過程 都很透露 所以 我們用這種 生產的方法 之後 我們爸爸沒有這種 變化 不過 別人的醫生 就沒有 這是很大的差別 所以 我也要來啟動一個 攝影計畫 讓大家知道 這個社會 在這裡 所以 其實 這個荷爾蒙 就是 讓生產變成一個 很歡樂 很滿足 大家都有受到支持的 一個過程 在2016年 我去丹麥看三間便宜 這三間便宜 就是 這是他們的三房 三房裡面就有水 就是說 每間三房都可以在水裡洗 大便宜 我們在台灣 其實 大便宜 現在都沒有這種 生產的方法 你看 只有一家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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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家 交流 有一家 尿水 涼 一個 他 山房 和 川 上面 就是有這張海報 用這張海報就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在小孩的過程中 你能夠用各種姿勢 你不是只會躲在山海上 躲在那裡腳架高高 這個過程是得到支持的一個過程 這是丹麥駐產師的走餐書的一個象徵 這是要聽胎兒心跳的一個工具 插頭做的 他這樣就可以聽到肩膀裡面的小孩的心跳 就知道他的心跳的辦法 所以你如果拿這支在丹麥駐 他就知道你是走餐書的 這是他們的一個代表 在那邊參觀的過程中間 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他們的雙方醫生比雙方醫生更多 後來我問虎山科的主題 他說在那邊裡面 雙方醫生的比例是百分之六十 不過在醫學院裡面 雙方的學生已經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他們有這種性別 我們說性別翻轉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問虎山科的主題 他說 這樣跟台灣差很多 台灣的路線 就是台灣的雙方醫生比雙方醫生更加多 那是怎樣 你們可以這樣性別翻轉 他的回答是這樣 就是雙方人本來就比較優秀 這有什麼好懷疑的 所以我的人心在他那久的已經翻轉了 所以這幾年他有這個勇氣來做不一樣的事情 這是一項 就是他們的產房改造計畫 就是在2016年我去丹麥當中 同一年他們全國 啟動了一個産房的改造計畫 把所有生育的産房都改成這樣 這項就是改變之前 這間一看就知道在裡面裡面 這間看哪層在家裡 而且是很舒適的 他用一個投影 因為生育的台北軍在半眉 半眉沒有什麼景色才好看 所以他就用投影去投影大自然的景色 讓這些生育的産房可以進放平衡 好好去把孩子生出來 所以對於2016年開始丹麥啟動這個生產計畫 這是我的駐產所裡面的產房 所以就是用他們的這個概念 要去把我駐產所裡面的產房 這樣的設計 讓父母可以在生育的時候 更放平衡更舒適 這是現在我在協和婦女醫院 協和婦女醫院的三保內裡有水池 這是我的院長 院長就支持我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來找我們的孕婦 不管你是在剛才說的駐產所生孩子 還是要在便宜裡面的生孩子 你都可以自由選擇 你要用什麼樣的姿勢把孩子生出來 要在水裡面還是外在水裡面 都可以自己選 這幾年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因為我們跟中醫合作 就是大家想到中醫 是在生產的部分 可能跟我們想到 在未來的時候 要中醫開一些藥 幫你補身體 讓你的月子做得比較好 但是我們是自你有心 甚至是你準備要生孩子 現在要不懷孕的時候 就跟中醫師合作 來療養你的身體 讓你的身體更好 在我們懷孕的過程中 更不會有這些不舒服 身體更… 要怎麼說 回到他的原廠設定 就是他的結構更好 更不會有這些病發症發生 所以其實是要和大家討論 一個主人的生產 我們回歸 我剛才說的 回歸人體的原廠設定 今天要開始 我們說的產造 就是孩子要出來 其實肚子裡面的肚子 是產層要啟動的這個人 因為他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出來 可以吹開 心跳 可以有轉換 自己這個系統可以啟動的時 他跟分泌一些物質 去媽媽的肚子裡面 跟媽媽說 我準備好了 你可以把我生出來 媽媽跟他開始 主供一頓一頓 收縮 開始子宮前在開 把孩子生出來 再說一件事 就是產後肌膚接觸 產後肌膚接觸 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孩子出生後 其實不是 大家在電視看到 都會放在他一個檢查台 就開始幫他量身高體重 幫他做一些處置 可是我們的生產 是說出來後 放在媽媽的現場前 繼續去做肌膚接觸 因為媽媽跟孩子的身體 還有很多生理性相 要互相調節 尋求體制內 我們就是 我們這幾年 這樣做的生產方法 不一樣 不過當我們的產婦 去做到比較危險的情形 我們也是要把它轉去大間公園 不過大間公園 沒有這樣生產方法 其實這些婦女 感覺說 一無差 我本來已經準備好 要做這樣的生產方法 所以其實我還有一個期待 就是說 有一天全台灣都可以 不管你去台一間便宜 都可以這樣生 好 所以其實在那裡 我拿出一個概念 就是說 生產 其實大部分人的生產都有傷 這個傷 有可能是身體的傷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檢肺因的動作 來造成身體的傷 其實在那裡有身體的傷 還有心理的傷 就是說 如果朋友在生產的時候 他如果沒有得到 有夠的支持的時候 其實他的心理 心理傷的傷 都無形了 要怎麼說無形 就是說大家說 你已經把孩子平安生出來 你身體都很好 沒有什麼事情 醫生都幫你處理好 你應該很快樂做一個媽媽 為什麼你還不開心 這幾年我們這樣看下來 其實是因為 他不是用自己對身體做主的一個方式 把孩子生下來 這個過程中間很容易發生心靈上的傷害 其實參與生產的所有人 如果是生產的這個葫蘆 還有他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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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間受傷 所以我常常問 準備要先 要先生孩子這些人 對於生產這件事 生孩子這件事 你最怕的是什麼 那大家都會說 會很疼 或是說 這是一個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我對那些未知的恐懼 所以我都會向他們鼓勵 其實你要擁抱一切事物的態度 生孩子這個過程 不是只為了要收口 其實是對這個過程 不管你是媽媽 或是爸爸 或是說過在旁邊的人 都要有所成長 那信任生命這件事 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 就是要回歸身體的原廠設定 所有的一切 在你的五星的過程中間 如果是媽媽的身體 本土裡面的小孩的身體 都準備好了 要迎接生產這場派對 所以要信任生命 而臣服於生命 放下控制權 那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生命是一場學習 要怎樣給自己 有所謂的人 一個很親很親愛 所以在在 這是在在 在抗爭 一個跨領域的研究 他們討論說 今天這個生產 都沒有加油 你沒有用什麼 無痛分辨 沒有用摧生這些油 他叫做一個 生理性的生產 他可以分開幾個階段 從起頭的潛伏期的時候 這個 要生孩子的路線 他有 處在一個 我們說社交 其實就是 剛才說的 摧產術在作用的時候 他很想要跟人 有一個很親密連結 所以 他主要有一個很親密的 很信任的人 在他的旁邊 把他支持 這個支持 可能是他的 公司 可能是我們的 助產師 或是他其他 處理的人 他的好朋友 或是他的 資源 都有可能是 在他前夫妻的 選擇 可以背叛他 讓他有這個 安全感 好好地 去把孩子生過來 生下來的人 他希望可以受到照顧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主潮反應 這個主潮反應就是 第一要生孩子的時候 你要靠電你的環境是安全的 因為孩子就要出事了 你的環境又不安全 你可能生不出來 因為你的飯很緊張 不敢把孩子生下來 在產生活動時 剛才說的家裡 他還比較專注 要生孩子的路線 還比較專注 跟他的內在專本 他還需要穩定的支持 這個主潮反應 也持續在進行 再來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催產術 他的作用的時候 他同時 會帶動腦內肺 就是我們自己身體 會製造的馬肺 這個馬肺 他就會改變他的意識狀態 他就會在半夢半醒的狀態 其實他是一個潛意識主導的狀態 因為他就已經 特別把孩子生出來 他要經歷過很多自己的意識狀態的轉變 如果像我們在街深的時候 我們都說 那個時候其實是大魔王的階段 因為他很多以前想過的 可能是他小孩的時候 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 或是說 他現在生態的 他生態的 他生態的 受到很嚴重的 心理上的傷 在這個時候 都會爆發出來 我們就要去處理 然後 待會兒到 這個 高雄或 要把孩子生出來 這個 這個 這個產婦 會 變得很清淡 我們在街深的時候 就會 你看這個產婦 我們都說 歡迎回到地球 他本來在半夢半醒的狀態 突然變得很清醒 變得很清醒 我們就準備了 孩子要出來了 孩子要出來了 孩子出來了 媽媽就會很高興 很高興 他就開始 因為他身體都沒有 沒有助手 沒有優子 在他的身體 所以他的身體的主人 可以發揮說 他現在是對小姐 變一個媽媽 他要開始照顧一個 新的生命 所以這個轉換 其實是很重要的 生理性生產的轉換 你如果有照顧來 每天都沒有藥物干擾的 這個 其實這個母親就是天生的 我們都一直在討論說 母子到底是天生 還是後天養成的這樣 我就是要強調說 我們如果是做這種 生理性生產的時候 媽媽主人就變成一個媽媽 這樣 所以其實是 希望說所有的生產都可以不適合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強調的就是 所謂的生產隊友 就是你在生產的時候 這個要生的人 可以指定說 誰來賠 這樣 這兩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以只有一個人 通常這個人是他的公司 其實在疫情不太嚴重的時候 我們最老的的時候 這間房間裡面 有一個大人 在背這個產品生產 因為他覺得這個人 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他的生產當中 有這個人的存在 他覺得他受到很好的支持 可以好好把孩子生下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大寶 就是這個要出生的孩子的手足 可能是這個 這個還是哥哥 這幾年 讓這些哥哥姐姐參加生產的過程 其實是很好的生命教育的過程 那這些手足就變成不會吃醋 就是說 像我們生過兩個小孩的 第二的 小孩出生的身段 吃醋這件的事情 其實是讓很多爸爸媽媽很頭痛的 這件的事情 吃醋的 可能會不然不用保養主 會變成要保養主 不然一個門吃冷 他又肚子要吃冷 這差不多都要吃兩三個月 就能不能保養主 就像我們讓這些哥哥姐姐來看 他的弟弟妹妹出生後 他都不會吃醋 因為他覺得他是很重要的人 他也參加了弟弟妹妹的出生 所以這件事 其實這幾年做這件事 要有一個很大的發現 這是一個國際國際生產攝影協會 這幾年 因為 從去年我做這件事 是因為 因為 這個社會每年都會辦一次 生產攝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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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特定的這些商品 其實讓我很多的啟發 讓我對這個技術 改善都有很多的想法 大家看這張很感動 這張透明浴缸 看他自己的弟弟還是要這樣出生 這張是他看一百年第一名的照片 首獎的照片 就是因為這張照片 我傳給我的院長 看我的院長 可以用透明浴缸來這樣 前這張就是要強調說 我們這幾年在說 生產這件事 其實所有的專業人員 要做一個hands off 就是把你的手機開這個動作 因為所有的路線 他如果受到很好的支持 他自己是可以把孩子生出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 你看旁邊的早餐書 七冬的七冬的 在旁邊準備的準備 不過孩子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不是去 人家說的去接這個孩子出來 是說去保護那些什麼 這些都沒有 因為其實 路線可以自己把孩子生出來 陳真是 這有大手路 這就是住產師的手 不過他就是順這個世界 他的頭稍微抱著 讓孩子這樣滑出來 他看到第一點是 他跟他的媽媽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 讓人很感動 陳真就是一樣 在水裡面出事 我們孩子出來之後 要吃媽媽的年齡 他的胎盤出來 當中可以在水裡面完成 完成之後才出事 所以這在我們台灣的想像裡面 都沒有想像過這種生產的方法 這是二孔二孔年的一個 柳店的商品 這條商品有很多資訊 你看這 這就是我們剛才在說的 直立的生產 因為你這樣重力的關係 孩子自己滑出來 其實這孩子的頭已經到這裡 這陽魔槍很古 他說就是撲在這裡 再來可能隨時會打水 所以這是一個職業專業的直覺 這應該是住產師的手 他拿一個產店 準備隨時打水的沖出來 這就是他的公司在後面 讓他看著他 跟他扶著 這張手 可能是他的媽媽 還是家裡的長輩 在旁邊的背 所以這應該是 生產應該要有的 那種場合 那種氛圍 那種氛圍 趁這是一個 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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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這幾年我們也在講一個很 Bel Warszawa 叫做溫柔剖腹禪 就是其實你政府進負的生產都有可能 要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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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 basic 這幾年 我們也愛易燈 cuz 撲到撲和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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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撫到撲掉的表 build asклад 有我們剛才說的可以做的事 譬如說慢慢的讓那個期待 期待裡面的活動還留在孩子的生活面上 或是讓他慢慢的出來 環境不要太冷 不要太空 因為太空孩子的眼睛會不會開 所以讓他一個溫流的環境好好地出事 就算今天需要因為安全的 可能 需要開刀 需要拍攝的時候 我們還要把他動作是一個順勢生產 溫柔生產的過程 這是這幾年我們跟台灣的一個攝影師合作 大家的QR Code掃進去 會看到很多這幾年做的成品 所以這就是責責看自己的妹妹出事 這就是孩子家裡的第一個地方 其實是在媽媽的現場前 因為他在這裡可以聽到媽媽穿過的聲音 心跳的聲音 其實跟他在肚子裡聽到的聲音都是一樣的 環境的轉換是比較慢 讓他可以吸引社會的世界 所以其實媽媽的現場前是孩子很像這個地球的第一環境 這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聲音是很危險的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孩子的期待太多 所以在要出事的時候 頭已經來到陰道口的時候 心跳就是孩子的心跳很容易變得很慢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先把孩子撒回去看看 然後在三房裡面 把真空吸引 把孩子撒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過程 也蠻壯烈的啦 因為這邊在柔真空吸引的時候 還蠻辛苦的 不過媽媽的臉 也有我們剛才說的Oxytocin Smile 就是吹彈素微笑 就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你腹路在生產的時候 你如果有讓他有夠的支持 讓他一個安全感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他也就是身體可以 發揮日本來生理 生理性的生產會有的荷蒙的變化 這就是在適合婦女醫院的透明浴缸 這是在早餐廳裡面 第一座家庭 就是我已經開在咖啡館裡面的早餐廳 第一座家庭生產的 又也是在看弟弟的出事 這是在便宜裡面 也是在浴缸裡面的水中生產 這就是媽媽可以用自己 感覺舒服的姿勢來生產 所以媽媽是整個在咖啡 讓孩子滑出來 這些接生類學人是這樣的動作 這就是透明浴缸 媽媽在裡面準備把孩子生出來 這就是頭前跟大家說的 其實會因不用切開 就是不用做會因切開這件事情 其實小孩這樣滑出來 媽媽的會因可以沒有任何的傷害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一個媽媽 她生到現在 生到這個時候 她自己都可以感到 說小孩會討厭到她的會因 她的陰道口 她通常就跟我說 陳醫師我想要自己 把孩子接出來這樣 所以我就好啊 好啊 你想要用什麼樣的姿勢 把孩子接出來 她就本來是躲在明浴缸 她就變苦了 她感覺這樣 她比較好出來這樣 小孩就滑出來 她就自己把孩子這樣扑起來這樣 這是她的第二個 孩子 後來教授 她有這樣練習過一次 這一次 因為她第三個會不會有 第三個時候 她在請明浴缸的時候 她就感覺 孩子在要出來了 所以兩個孩子坐在旁邊 看媽媽這樣把小朋友撲起來 跟她在早餐搜 我們的早餐搜到那裡 帶她在裡面生胎盤出來這樣 所以想算你如果準備好 其實你能夠自己應付所有的方法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有的 想算這件事準備好的狀態這樣 這是一個爸爸 因為媽媽生不下來 要拔拔拔拔拔後 對麻醉藥物的反應很大 一直吐 沒辦法跟孩子做起伏接觸 所以就換爸爸在做起伏接觸 所以其實今天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 對生產這件事 其實 不管你在全世界帶一個國家 帶一個傳統的文化裡面 都是越像去主導的一個生育圈 圍繞三婆的女性的互助圈 是因為工業化 工業革命以後 生產這件事 自在處理發生的變形 進入在病院裡面 接生的人 自入生的三婆變形 十婆娛生之後 怎麼都變不一樣了 這幾年其實 想要回歸人體的原廠設定 就是說 劉仙其實在生產的時候 他的身體在五星的過程中間 他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劉仙不是什麼人的努力去做的 我們有幾百萬年演化來 要生孩子生於生理的現象 所以 設了15萬項目 整個月圓 我們皮就要繃緊一點,就是生產數在這個時候會很多 所以路上的身體其實跟我們的主人都要說環環相扣 就是有一個自然的韻律跟變化 這是說到可能百年來,開始我們去崇拜一個西方所謂的進步、科學 讓學習外在生產這段時間,當然它也是有它的好處 譬如說在緊急狀況,我們真的還是需要一些醫療的介入 不過大部分的生產其實是低風險的 這些低風險的生產可以讓它更多的 讓剛才收到更多的尊重,讓他們好好把孩子生出來 所以很多的科學政府看起來如何是越是選擇的結果 譬如說,陳伯伯的比率或是陰道生產的選擇 要在病院生或是要在處理生 這些人是醫生或是主餐書 其實你看起來如何是一個科學的政經 不過其實是我們提供的這些女生或是朋友生產的時候 其實不夠多元 就是說,你今天在台灣,如果想要生的孩子 剛才可以去病院讓醫生接生這個選擇 剛才發生這件事,剛才醫生說 有時候醫生告訴你,你孩子頭太大、體育太大 你要選擇的時間來催生,你如果催不出來就生不下來 你就是要開刀了 不過,很多人去討論,這個背後 其實是我們的選擇不夠多元 讓這些流行、朋友的支持不夠的時候 到達這種結構出來 所以,這是我現在的好運工作室的QR Code 大家可以去官網民電看我們這幾年的一些生產故事 還有一些課程,如何去把生產醞釀起來 還有,最近我們有出的Podcast節目 大家比較要用聽的,有這個Podcast節目 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在生產的準備 民電有什麼樣的準備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醫生、早餐書 還有營養師、方療師、心理諮商師 各種專業當作 來去讓所有要生產的這些人都給他們準備好 還有,今天會分享到這裡 因為剛才說,我們在生的小孩的時候 好像都在那裡 我剛才想說,以前我看日本村的時候 就是在路肌帶的時候 那些男人都是... 就是看起來還有電動更複雜 盧生產的口罩 電動現在我們都是... 對啊 就是我要分享一個小孩 那就是第二問題 就是... 第一問題就是... 我想要好歸說 他以前去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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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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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那個環境是... 他們的收藏比較進步 還是說... 其實他們的社會... 社會都有這樣 那第二問題就是... 因為... 我之前就是... 對... 我們... 三級的... 福林人的生理狀態就是... 很好奇 我有去看一些... 跟... 有很多關係的困難 所以我就會想... 好奇說就是... 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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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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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那... 不要... 一樣的時間... 其實這是一個... 世界的潮流... 就是... 在差不多那個... 那個時候...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全世界都進去... 在那... 在那... 大家都... 本來在家裡... 在... 這是一個... 世界的潮流... 但是... 現在最大的差別就是她的祖三叔母沒有去 她又是在病院裡面 本來她是叫人叫去處理幫她這孩子出來 現在大家都要去病院生 因為病院又是對大家來說是一個比較安全 我可以拿到很多主案 今天真的發生什麼比較不幸的事情 媽最有這些主案 可以來支持讓她的死命更安全 所以大家又是決定要去病院裡面生 但是去病院裡面生的三母本來去跟她去處理 就是去病院做這個專業的維持 所以但不要跟台灣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她的祖三叔不會消失過 所以這個專業跟醫生有一個好的合作的模式 我們現在用的就是這樣的模式 希望台灣大家後來都可以用這種模式 因為醫生也就是在這個生產的團隊裡面 因為所有的生產都有可能隨時變外 變成一個危險的狀況的時候 醫生馬上就來吃手 跟祖三叔一起照顧這個要生產的服務 團隊裡面也有精神科醫生 也有心理師 所以我們在做運氣的心理智商 對 來時第一天有時候 我剛才說的 她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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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她生產無效的照顧 她可能沒有心心 好好把孩子生下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就是邀請她來找心理師做心理智商 好好把她過去這裏無效的照顧的心 把她揮揚起來 讓她有自信 可以好好懷孕 好好照顧孩子 因為大家都覺得 不要說廠後憂鬱在這個時代 哪時候 很容易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你如果用這樣的生產方法 其實我們的廠戶幾乎不太會有廠後憂鬱的問題 因為你是受到很足夠的支持 你在阿北生之前 你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得好 你是一個很好的狀況 趕去生孩子出來 其實我們的廠戶憂鬱不太會發生 所以這個時代是如何廠戶憂鬱的那麼多 要定心去疏忽的就是 讓我們有什麼樣的生產的方法 甚至這個過程中間 他們沒有好好去對待 所以廠戶的心理狀態 會一下子那個廠戶憂鬱的造出來 對 你怎麼知道 對 對 對 就是因為其實 STS算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科目 就是 我是很幸好放棄說 為什麼你會 是不是這幾十年的中間 你有做到什麼事情 你有那個心量 想要去 去研究 去研究 這個生產 跟這個社會 變得以後 有一個過關 就是這個過程了 好 其實 做醫生可以很緊張 就是 那時候最大的一個感慨 就是 因為我自己生兩個孩子 都養了 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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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盡量看這些環節的時候 如果其他醫生的環節 生過兒子的這些苦路 如果有養了人的問題 他都會轉來我的問題 讓我跟他們說 看看 你現在有什麼問題 什麼事情 我可以處理 不然我看到 可以處理得很少 你 今天這個路線 可以養人 養人可以成功嗎 跟他家裡的人 讓他支持 社會 他吃頭路的環境 是不是可以繼續養人 不然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不過那時候 我想說 他來找我 他就很熟 他為什麼 還說是熟了不可以先說 還發現 其實這個社會 他的環境 他的家裡 其他人 對這件事 無了解 無支持 讓他 明明有很多冷的 為什麼 他的小孩 就是無法繼續吃下去 所以 這個問題 處理的方法 做醫生 哪算處理不到 所以我去探討 STS 想說 對社會 其他觀點來看 可以處理這件事 就是 不甘於 只坐在診間裡面 解決問題 這件事 這件事 本來就是 背後有一個 二技 就是 代國婚姻是 護理師的執照 再來 科研究所 或二技 還有鑽 鑽 鑽 這件事 專業 要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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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 要科研 國家考試 可以拿到左三書 這個研究 沒有 左三書 不是 還是 沒有 沒有 有 但沒有 台北婚是 女子 現在 用左三書 這件事 全台灣也 跟百八 我 在這裏 裡面 有 丹麥 他對一個 產婦 他的 給付 其實 差不多是 我們這裡 自己拿出來的錢 差不多 加起來 丹麥的 丹麥的 給一個產婦 生產的 費用 是將近十萬塊 所以在丹麥 他們在做一種 政府 政府 有保重 國民 一毛錢 都不用出 可是 他們的 產業課程 要自己拿錢出來 最好 就是 你今天要去 補學 要去 補新的東西 要自己拿錢出來 不過 生產 我們這個 母親 去美兵 或是 早餐廳 給你們 家裡 說 你們都不用出錢 因為 國家會出這些錢 我就會希望 台灣有一天 國家會出這些錢 大家都是這樣 先讚 老闆 人 人 都不可 來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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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